我已经到了分局了 分级推给派出所 派出所到了以后也没有做报案 也没有做笔录 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这样子处理事情态度 对吗 你领的是人民纳税钱 你这样子处理对吗 一段咨询影片 引发新北市议员宋雨珍 和一名黄姓警员网路比赞 宋雨珍日前陪同协助 一位女儿遭猥褻的母亲报案 当单事人没到场 警员也不让民众做笔录 让她感到不满 因此18号咨询警方办事流程有疑虑 黄姓警员就在影片留言 认为报案流程无不当 宋雨珍却用警戒老鼠无耻的废渣 辱骂 对此民众看法不同 不過宋雨珍议员留言 已经让黄姓警员感到受辱 他在自己的脸书提到 只是单纯无意间看到 咨询画面向议员做询问 却招恶言相向 将会提出告诉 事后宋雨珍也对自己的 不当发言感到抱歉 也向黄姓警员道歉 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我在这边要跟黄姓警员说 如果那个针对新的字眼 造成你心态上的不舒服 也让你觉得 你为了新北市卖命这么久 很不值得 我在这里要跟你说真抱歉 但是我不是针对所有的警员 我也认同你在新北市的表现 跟贡献 面对这次失言风波 新北市预员宋雨珍承认 是个教训 未来会谨言盛行 不过宋雨珍原本只是希望 为族人服务 却衍生出辱骂事件 也让民众质疑 预员耍官威 让原本好意变得掉 记者 台北市新北市板桥采访报导